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要来跟大家导读的这篇文章是 Dr. Laura Denardis 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title是 The Emerging Field of Internet Governance Denardis 他是一个美国作家 他也是全球公认的网际网路治理 还有技术基础设施的学者 这篇文章的内容主要是在讨论 网路工具的发展 网路治理的几个议题 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关注的议题 主要是两个面向 一个是谈网际网路的设计、管理 还有对于网际网路的操作 还有这件事情 跟政治还有文化之间的关系 这篇文章里面谈了几个议题 大概有四个 第一个是关键网路资源的分配 以及由谁分配的问题 第二个是怎么样能够最大化 这个技术的效能 但同时也能够达到社会的目的 第三个是如何去讨论 或者去限制政府透过过滤、监督、封锁 等危害言论自由的议题 第四个则在谈网路协定的设计、创新 还有个人自由的一个连结 这篇文章里面主要有两个面向 一个面向是谈基础设施 就是网际网路的基础设施 然后第二个呢在谈的是内容的问题 就是例如说像制裁权、言论自由、监管控制等等 那接下来我就针对这两个部分 然后来去跟大家做介绍 第一个主题是关键网路资源的控制 那所谓关键网路资源 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常听到 其实就是像什么IPv4、IPv6 或者是DNS、Dominion这些东西 那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关键网路资源 像IPv4、IPv6 这些像这样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是由国际的组织 叫ICANN来控制这样 所以传统上其实在认为说 这个组织跟美国政府的关系似乎相当的紧密 所以就会有一些质疑 就是说好像整个世界的网路资源 好像都控制在某些国家 或某些政府或公司的手上 所以后来呢你可以看得到说像DNS 像Dominion这种东西 其实以前都只有英文 那后来其实就加入了很多不同的语言 所以你在网址的输入上面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现在有时候输入中文 或者在网址的呈现上面 你用中文用其他的语言 也是可以通的 那这个其实是后来的一个修正 还有一个讨论 那第二个主题呢 是跟网路协定有关 那网路协定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像WiFi的标准 MP3的格式 VOIP的设定 协定 然后或者像我们最常知道的 就是网址 那个HTTPS 像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网路协定的设计 那在网路治理的研究裡面呢 这样的一种协定 其实不只是技术上的 因为它其实还有政治跟经济上的意涵 那此外当然还有相容性的问题 所以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厂商 公司 政府组织 他们会去竞争 就是希望他们所开发出来的 会变成是一个全世界使用的标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议题裡面 像开放性 禁用的标准 认证 还有加密等等 这些就会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政府其实在这个部分呢 他不管是促进也好 或者是限制也好 他事实上就会扮演一定的角色 第三个主题呢 跟网路的治理 有关的制裁权问题 那这个当然就涉及到的 例如像专利 像著作权 像商标这一类的概念 那第四个主题呢 则是跟网路安全 还有基础设施的管理有关 那例如说 像网路的认证 像加密 像病毒 或者是 拒绝服务攻击 或者是资料库的拦截 或者是修改等等 这个呢 其实就跟网路安全有关 那第五个呢 是跟网路治理有关的 传播权利问题 那这部分当然就跟 例如说 使用者的表达 还有结社的自由 以及在网际网路上面 他所带来的隐私的考量等等 第二个层次是 在讯息流动上面 还有内容上面 私人公司所扮演的角色 例如说像社群媒体 脸书啦 推特等等 那过去当然有很多的案例子 然后最近当然中国 要求社群媒体要提供 使用者的内容 或者是一些相关资讯 这个其实就是 其中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社群媒体 他就可以去思考 他到底要不要提供 这样的资讯给政府 来去让他做一些相关的处理 这样 所以这部分其实也跟 企业社会责任有关 然后还有 网际网路治理的伦理 跟法律的议题 然后接下来呢 作者其实提到了三个例子 这三个例子呢 他认为说 是私人企业的网路 网路治理 在基础设施管理的层次上面 可以着力的地方 第一个呢 是私部门的网路基干同等设定 第二个呢 是透过深度风暴检测 来去进行的网路管理问题 第三个呢 是使用营业秘密法 这样的一个东西 来控制线上资讯的流动 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作者在里面提到的 第一个呢 是所谓私部门的网路基干同等设定 那这个其实讲的就是基础设施 那里面大概有三个问题 一个呢 就是最后一理的问题 就less mile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呢 是网路交换点的协定问题 第三个呢 是过滤跟审查的问题 那第二个部分是透过 深度风暴检测的网路管理 就所谓的DPI 那DPI早期都是用来 帮助 这个跟著作权有关的问题 例如说他想要保护 制裁权的拥有者 但DPI可以干嘛 DPI他可以检视邮件 他可以去 去看你的这个网路传输的资料 还有部落格的po文等等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到就是说 其实世界上有一些威权主义的国家 他其实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过滤 网际网路里面的一些言论 所以在这里面大概是两个面向 一个是广告服务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都受DPI的影响 你在网路上看到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浏览了什么样的资料 你就会发现你在其他的地方 社群媒体 你网站一开旁边就会推播相关的广告 这个其实也是跟DPI有关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跟审查有关 因为DPI可以看你的邮件 可以检视你的po文 那当然这个就会有一些审查监督 然后甚至是影响到言论自由的问题 那第三个面向呢 就是所谓营业秘密法的部分 所以私人公司或私部门 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法律 来控制线上资讯的流动 那这部分呢 当然就例如说像Google的搜寻引擎 所以私人的公司他可以透过一些技术 或者是一些操作 可以让某些关键字 透过一些演算法 可以变成是一个热门的 的一个话题 这个其实也是类似 像前一阵子有一部韩剧 就是他的名称叫请输入检索词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 他其实就在讨论 私人公司或者是私人企业 他怎么样透过一些资讯的操弄 能够让某些的关键字 能够上排行榜 那这个其实在网系网路的治理研究里面 其实也是一个蛮重要的 那谈的也就是私人公司在 这个网路治理里面的角色 这个也是这篇文章里面 这个作者他想要强调 他觉得未来十年 对我们来讲也是过去十年了 他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到现在你会发现这个问题 其实越来越重要 那在最后在这篇文章的总结里面 大概就有四件事情 第一个 在作者的讨论里面 他提到的这个DPI 的使用 刚刚提到的 所以他涉及到很多疑似的问题 第二个呢 是既网路的协定 他的设计 还有他的禁用 竞争 还有跟个人自由有关的问题 第三个呢 是关键 网络资源的管理 那这件事情可能会跟 例如说开发中国家 他可能要必须付出额外的资本 有关 第四个呢 就是政府呢 使用过滤或者是封锁 这样的一种科技 造成审查跟监视的问题等等 那所以这样的一种 网络治理问题 其实呢 是蛮复杂的 那通常也不会 一般人大概也看不太到 但是呢 也因为他的复杂性 用一个很有名的 SCS 的 一个学者 叫Landon Viner 的话来讲 这样的一种现象 他事实上也排除了使用者 就是我们一般人 具有监督跟进入 这样的一个 场域的一个能力 以上呢 就是对这篇文章的导读 谢谢大家